7月19日,电视剧《玉古瑶》冲上热搜,据说直接霸占了榜一,直到7月20日的《玉古瑶》热度仍旧没有消退,可见,观众对《玉古瑶》的期待值有多么热烈了。 不过,《玉古瑶》在21年8月就已经杀青,到现在也过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,《玉古瑶》迟迟没有和观众见面,早前有消息传出,《玉古瑶》定档今年7月份,虽然赶了晚集,却也不是很迟,但7月份见面的消息,似乎也不真实,随后又传出了今年8月11日定档播出,这来来回回的拉扯,看得出来《玉古瑶》定档十分艰难,据悉,这部剧由肖战和人民领衔主演, 自从肖战经历去年的风波之后,整个人都变得无比低调,大家也随着风波的平息,对肖战也有了全新的认识和了解,这部剧去年播出,可能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,但放在今年,《玉古瑶》完全没有了后顾之忧,再加上观众对这部剧心心念念,已经盼望了很久,如今,暑假档已经过半,《玉古瑶》有可能也会错过22年的暑假档播出时间,有网友就忍不住感慨,再过一段时间就要开学了, 到时候,很难追完这部剧,作为主演之一的肖战来说,自从经历风波之后,虽然形象逐渐挽回了许多,也依旧有很多粉丝喜欢和支持,但在娱乐圈,最为重要的支柱,还是要凭借作品来证明自己的实力,《玉古瑶》作为肖战出演的作品之一,就很好的,可以成为敲门砖,为肖战重新开启娱乐圈的版图 做出贡献,如果《玉古瑶》取得良好的收视率和不俗的口碑,对肖战来说,绝对是一大助力,总之,期待《玉古瑶》快点播出啦,兜兜转转是不好的,希望她快点和观众见面啦。